别太为难自己,有些人,不觉得你掏心掏肺,有些事,无需一直明刻与记忆,别等到无能为力,才选择顺其自然,莫因为心无所事,才被迫随遇而安。 有些人与世,是你必须要路过的一站,好坏,成百,聚散,爱恨,都无所谓,他只是帮你尝遍人生百位,约近世间百态,看淡世事冷暖,所有的经历,都是最熟的良药,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,每段路都有一段独孤的时光,你的父母不可能一直帮着你,你的同学不可能一直陪着你, 你的朋友也不可能一直围着你转,孤独不是孤僻,更不是寂寞,经历过孤独的人,思想更丰富,内心更坚强,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环境,他都能让自己安静,都能让自己更好的调整状态,面对环境,人生的每一场相遇,都是原本,没有对错,静静地做好眼前的事,坚守当初的选择,坚信默然回首的美好, 相信离开是会更好的相遇,相信慢慢长路中有力量的相伴,学会感恩,学会不良,学会原谅,学会释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